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开始呢 我想再玩一玩一个老游戏 有多老呢 老到被各大主播 被各大YouTube 优酷主播都做烂的一款游戏啊 Minecraft我的世界 为什么我要玩它呢 因为这两天呢 我还真的就是研究了一下 我看来这个游戏有很多的模组吗 对吧 不过模组呢 也被各大主播都做烂了 那我玩什么 我要是玩一般的模组啊 那我还不是就不玩这个游戏 那么我怎么玩呢 是这样 因为我是这个IT出身嘛 我呢比较擅长于编程 那么我就以这个编程的视角 视点来玩一玩这个游戏 那怎么编程呢 咱们看一下我采用的模组啊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呢是MCP 这个呢是Minecraft的代码模组 代码模块 下面这两个呢 是它的代码的模组的装载器 然后还有下面下面这个 嘿这个厉害了 这个叫做Computer Craft 就针对于电脑呢 进行一些个组装的这么一个模组 还有一个呢 叫做针对于上面这个模组的教学模组 呃我呢 如果想对这个Minecraft进行编程的话 呃这两个模块呢 是我直接使用到 然后上面呢 这几个模块 是Minecraft的代码模块 以及模组装载模块 是基础模块 我在实际做这个视频当中呢 或者说在实际开发过程中 用不到它们 真正用到呢 就是这个Computer Craft 以及这个Computer Craft的ADU 教育的模组 我用这两个模组呢 呃对这个Minecraft进行一些编程 那么怎么编程 咱们编程都能干些什么 呃接下来 咱们就来做这套视频啊 好那咱们选开始 因为这两天我不在做IT视频吗 哎我一看 哦原来Minecraft也能编程 那太棒了 那咱们就编一编程啊 好那么下面我创建一个新世界啊 稍等啊 呃我的这个世界叫做 咱就叫做ComaWorld 小马世界 然后模式呢 咱们选择 因为是编程嘛 所以咱们选择创造模式 当然你说我选择这个生存行不行 也一样 不过咱们先选择创造模式 好然后更多的选项 我看看啊 因为我玩了还真就 不多 其他咱就保持默认算了 好那咱们创建一个新的世界 Let's go 呃这个呢 我还是和我平时的IT的教程一样 我每集呢 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是呢 以编程的视角呢 给您介绍一个编程的知识点 呃希望能够 心脏得到您的喜欢啊 好咱们看看啊 哦 我的世界已经出来 稍等我先调整一下 我让这个白天不消失 这个应该是叫做游戏规则 里面有一个叫做 Do Do Daylight 让它等于False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咱们只有白天没有黑天 好 那咱不说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模组该怎么使啊 我先看看我这个世界怎么样啊 哎 我一般喜欢用这个视角啊 这个视角类似于我以前玩的一个叫做 勇者斗龙建造者的视角 那咱就这个视角啊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看咱们这个编程模组啊 首先我呢 按这个键盘上的意见 咱们打开咱们的物品栏 然后咱们大家看 这有一二 有两个标签 我呢 选择下面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是Computer Craft模组 就说呢 我能在这里面呢 组装一些个电脑 包括一些个编程的逻辑 咱先不用它 这个是非常底层 这个我今后呢 再会开课程讲 我先讲什么 来这个 可视化编程 换句话说 咱们用这个呢 也叫编程 可是呢 我一行代码都不用写 就能够编程 咱们试试啊 看看这个怎么回事 这里面呢 有三个物品 一个是初学者的小乌龟 一个呢 是初学者的八矿小乌龟 还有一个呢 是 这叫什么 叫遥控器 咱们先用谁 咱先用这前两个 用这后两个啊 就说我用这个挖矿小乌龟 干嘛 挖矿 让他帮他挖矿 同时呢 我还要用这个 遥控器 对它进行控制 咱们看看 怎么控制啊 好 我现在回到这个地方 首先我先按这个 按这个键盘上的二键 然后呢 把我这个遥控器 装载上来 大家请看 在这个屏幕的啊 就看不到啊 在屏幕这个地方 我的遥控器呢 已经被装载上来 换句话说 我现在能够通过这个遥控器 来控制我的小乌龟 那我小乌龟在哪 看啊 我现在按这个键盘上的一键 好 现在我把这个小乌龟 放到地上啊 注意看 我放了 稍等 我调一下视角啊 这个视角比较好啊 好 我现在放乌龟 走 大家请看 这就是我的小乌龟 稍等 哇 这边上的草 除一除啊 大家看啊 有两只眼睛 对吧 在这个小乌龟的左边 他拿了一个小稿啊 这个稿是干什么的 就是给咱挖矿用的 后面呢 是它的电极 换句话说是天线 它呢 与我的这个遥控器呢 相连 那怎么动 大家注意看啊 我在小乌龟的身上 基鼠标的右键 哦 这抓一控制台啊 这干什么的 呃 有四个标签啊 第一个标签 是对这个乌龟进行编程 咱们因为是初学嘛 所以我以后会在这儿进行编程 今天咱不讲啊 第二个 控制这小乌龟的各种样式 啊 可以做成很酷啊 哇 忍者身归这个还是啊 那咱们就来这个忍者身归 这是物品栏 咱目前呢 还什么都没有 以后呢 会用到 我以后等编程时候会说 比如说让它自动挖矿 自动摆上一些个物品 都没问题啊 下面呢 是对小乌龟简单的操作 那今天是第一期嘛 我就做一些简单的操作啊 咱们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大家请看 move forward 什么意思呢 往前走 那也就是说 我这么一按 它就往前走 咱们试试啊 哦 它往前走了吧 好 接下来 这是什么 move back 往后退 看就退回来了吧 哎 这就是基本的编程的方法嘛 乌龟前进 乌龟后退 然后呢 这干什么呢 turn right 乌龟右转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turn left 乌龟左转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些命令呢 的编程 对这个乌龟进口 这是谁来了 这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走开 我打他一下 走开 这是个牛啊 跑了跑了 好 咱们接着 接着来 咱这乌龟啊 这乌龟走得太远了 我控制不到它了啊 我再离近一些 好 咱们再来啊 这是干什么 大家看 叫move up 什么意思 乌龟往上走一格 咱们试试啊 哎 走了 哦 上来了 咱看啊 上来了吧 好 这个呢 叫move down 什么意思啊 乌龟吓走一格 哎 乌龟又回到地面上 啊 这基本的乌龟的操作 哎 这个牛也来听课啊 哈哈 然后呢 这个呢 是让乌龟往地上放一个东西 目前的是没有东西 所以呢 大家请看 这是程序报错 没有放 怎么放呢 我以后会讲 然后接下来 这是什么 这个呢 是乌龟的试点 咱们可以切换到乌龟的第一人称 或者说切换到乌龟的试点 咱们试一下啊 注意 因为我现在和这个乌龟站对面嘛 也就是说我一切换 乌龟就能看到我啊 咱们看是不是啊 够 哦 乌龟看到我了 然后呢 乌龟后退 乌龟前进 这完全是乌龟的试点啊 对吧 完全是乌龟的试点 那就是换句话说 咱们在编程过程中控制乌龟 然后让乌龟去给咱们做一些事 然后呢 咱们切换到乌龟的试点 来看看它到底干的怎么样 就这么一逻辑啊 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整个的编程呢 就是控制这只小乌龟 非常的简单 这就是咱们编程的 大体的思路 有朋友说 这叫编程吗 你别着急啊 等以后我给你编一下程 你就知道 哦 原来麦克拉夫董还能这么玩 还能这么编程 一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系列 那好吧 今天是第一期视频 就给您呢 分享到这里 今后呢 我会继续更新 麦克拉夫董编程系列 也希望您呢 能够吹关着我的视频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玩我的世界啊 今天咱们继续玩我的世界的机器人部分啊 咱们接着玩机器人啊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 我想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干什么 嗯 这不是我有一个机器人吗 对吧 我呢 让我这个机器人 大家过来看啊 我这边不是有些个这个土块吗 对不对 大家请看 一般咱们玩的游戏就是挖土块嘛 对吧 好 今天呢 我让机器人来帮我挖这个土块 好吧 嗯 稍等啊 我先把我这个机器人收起来啊 好 收起来之后 咱们回到这个地方 稍等啊 我把这个 我的视角调一下 这个视角我看的比较舒服啊 好 咱们看啊 我这儿有几个土块 我现在呢 想把它挖下来 咱们试试啊 这大概有多少土块我数数啊 一二三四五 就是五个吧 咱先让它挖五个 好不好 好 咱们看我怎么挖啊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呢放个机器人 好 然后呢 机右键 嗯 咱们先试试啊 我目前 咱们看一下啊 我目前这个机器人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让它怎么动呢 就是说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土块嘛 对吧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儿 哎 我呢就是说让我这个机器人啊 先挖一下 挖完之后呢 那前面土块不就没有了吗 那么 那么呢 就让这个机器人前进一步 前进完之后呢 让它再挖下一块 这样呢 让它连续挖五次 咱们就先做到这个小处理啊 看看怎么做啊 首先说 咱们看啊 我 如果 如果说 它现在前面有土块的话 我让它前进 是不行的 大家请看 这个程序错误 就说我不能前进嘛 本来嘛 对不对 前面呢 它不是有土块吗 那么怎么办 咱们看这个啊 Dig Dig 什么意思呢 就挖呀 那咱们先挖啊 看 注意看 点 哎 大家请看 它把前面的土块给挖掉了吧 好 挖掉之后就好办了 我再点前进 然后呢 再挖 再前进 再挖 再前进 然后咱们切换到这个乌龟视角 好 咱们看啊 现在是乌龟视角 我挖 然后呢 前进 再挖 再前进 就这个处理啊 然后呢 回头 再回头 然后我在这站着呢 向我走回来 好 这一系列的教程呢 我呢 是用手动完成 接下来 咱们让它 用程序完成啊 首先 我先把这个小乌龟 让它移动到 下一个土块的位置 好 那么咱们用程序完成 这个动作啊 就是说它向前挖五块 然后呢 转身走回来 向我报告 就是这感觉啊 好 咱们试试啊 我点它 然后呢 咱们选择上面这个Program 编程 咱们看啊 它前面是 有一个土块嘛 对不对 那么咱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首先 首先 我先给我这个 很起个名啊 叫什么 叫 Dig01 好吗 就是说挖块嘛 然后呢 让它先搭起来 让它先挖一下 我把这个挖的动作 移过来 然后 它把这个框挖完了吗 慢慢怎么办 让它前进一步 可以吧 前进之后呢 它还要挖 再挖 再前进 哎 稍等啊 再挖 再前进 咱们这个动作呢 持续五次 三次 稍等啊 这我位置 给它反了 四次 再来一次 五次 让它挖完五次之后 注意看啊 前进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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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 一 二 三 四 五 挖五次 挖完五次之后 让它干什么 接下来动作 让它扭 头 转身 这是 Turn Right 让它做两次 转身 这可以吧 做完转身之后 它就面向我了 让它再走回来 再走几次 走五次 对吧 咱们看这程序 是横着鞋也行 是竖着鞋也行 咱们现在其实并没有编码 这个叫什么 叫可视化编码 这就是这个EDU的功能 当然以后我要做这个深入编码的时候 可能咱们做这种真正的这个代码的编程 这个回头再说 咱们现在只是这种可视化编程 非常简单 一目了然 好 就这程序 咱们试一试 看它能不能真的往前走 然后挖完矿再走回来 邵总 我呢 向后退一退 好 试一下 我点它 机右键 然后选择执行运行程序 Go 我的孩子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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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扭伸再走回来 完成了 但是它好像挖了是几块 我看看 12345 挖了确实五块 好 没有问题 然后让我的孩子 这就相当是我的孩子 对不对 让它回来是多走路一步 我把它去掉 去掉是怎么去 就是我点它 把它移出去 就叫去掉 好 然后呢 让它 左转 前进 左转 再前进 咱们再试试 挖五块的话 是有点少 咱们让它挖六块 再挖一块 那换句话说 再挖一块怎么挖 我就在这配上它就算了 大家请看 这个编程就非常的随意 怎么写都行 这个程序 这虽然是 虽然是一个 我这个摆放这个木块 不是摆放木块 就摆放程序块 其实它内部都是程序 好 咱们再试试 好 再试试 它挖 稍等 它挖六块之后 然后让它再回来 那我下面再给它 再增加一个回来的动作 好 看看 是不是这个逻辑 走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六块 转身 回来 非常好 咱们的小乌龟是非常的听话 但是上期我给它做的这个忍者神龟的图像怎么没有了呢 对吗 这不是忍者神龟吗 我看看 我知道了 不是没有了 说把它一消灭掉 再重新生成的话 它又回到绿色的小乌龟了 没关系 这个小乌龟呢 反正我感觉是非常的可爱 而且听话 好吧 咱们第二期的视频呢 就是让它做一个挖土块的动作 那这乌龟还能干什么 还能干好多事 咱们一个视频就做一个动作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玩我的世界 今天咱们继续玩我的世界的编程片 对以后我管这个视频叫做编程片啊 那今天咱们玩什么 咱们上一期啊 把这个土块给铲掉 那今天呢 咱们再把这个土块给恢复回来啊 也不要恢复回来 这就是说咱们可以搭一座墙 咱们不光能够恢复土块 咱们还能够用咱们的机器人搭一道墙 好 那咱们今天做这个处理啊 首先 我点这个机器人啊 然后咱们大家请看 第三个位置呢 叫做物品栏 我在这物品栏里面 这物品栏分为左右两项的 对不对 左边是我手里所持有的物品 现在什么都没有嘛 右边呢 是小乌龟所持有的物品 我呢 如果要想让它给咱搭墙的话 那换句话说 我要让它持有墙块 或者叫土块才行 对不对 那么好 咱们就让小乌龟持有这些物品啊 首先说 咱们的还没有呢 那咱们先持有这个物品啊 我看咱们持有哪个物品比较好 那石头吧 咱们第一个石头 咱们拿点石头过来 这个最大应该是能拿到64是吧 我怎么还能拿 好 放过来 咱们拿了64个石头 到咱们现在主人公的手中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石头 机右键 把这石头 注意 给这个小乌龟 这样的话呢 小乌龟就能够放下石头了 好 咱们试试啊 让我的小乌龟 首先先转身 先前进一步吧 然后转身 面向对方 好 大家注意看啊 我点这个地方叫place place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放置放下 对不对 咱们试试啊 我在这个方向啊 我点这个小乌龟 然后点它的place 哎 怎么这小乌龟怎么 稍等啊 我得离它近一些啊 好 右键 然后注意看啊 我现在点这个place 让它把手中的石块放下 哎 怎么样 放下没有 然后再点铲除 又铲除掉 就这么一个逻辑啊 哎 怎么 哎 哎 我这石头怎么铲除完之后变原石了 石头放下之后再铲除变原石 哎 有这个处理吗 因为我的世界我还真的是打的不多啊 不过我以后准备咱们一边编程一边打这个游戏啊 啊 就是说放下石头再铲除变成原石 有这么一个细节啊 我还真就不知道 好 那么就是说 咱们呢可以用咱小乌龟来放下石头 那么咱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编程啊 换句话说让那个小乌龟比如说 嗯 放下 嗯 放下一个 石块石头吧 咱们放下 哎 石块有点多啊 咱们少放点啊 咱们让它放下 嗯 五块石头算了 嗯 我在这写上一个叫做 比如说叫 make a wall 01 哎 不对不对 稍等 我把上面那个删除 咱们从来啊 嗯 今天咱们这个课程叫做make a wall 建一个座墙 01吧 好 那咱怎么建啊 咱们看 这是咱们的小乌龟 咱们呢 让它放下一块 我不先说一下 我的算法啊 咱们让它在前面放下一个砖块 然后呢 向后移动一格 移动完之后呢 在原处再放下一个砖块 为什么说我向后移动啊 你向前移动 你放完砖块也怎么一样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就是逻辑 咱们试试啊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 我呀 在小乌龟的旁边算了 这个位置比较好啊 让它向后移动 我先点右键 咱们做这个编程 首先让它放下一个砖块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放砖块呢 有三个选项 第一 是在面前放 第二 在头上放 第三 在头下放 咱先选第一个啊 咱们先来简单的 以后咱们复杂编程的时候 咱们一个个再说 我想让它放五块 然后向后移动五次 这样做比较简单 稍等啊 再放下 好 咱们看啊 这个程序就是说 让小乌龟放下一块砖 然后呢 向后移动一格 再放 再放再向后 再放再向后 就这个逻辑啊 好 那咱们看它是不是完成咱们的要求 Go 为什么不能放 我是让它放五块 怎么放了三块就不放了 我看看 程序出错 看我程序哪出错了 向前移动 不好意思 这地方我写错了 咱们把程序终止掉 从来啊 这地方应该是向后移动 把它拿掉 然后改成向后移动 这程序就对了啊 然后咱们把刚才的逻辑删除 从来 好 试上 右键 然后呢 执行程序 Go 放五块 没问题 咱们再恢复 那么咱们要做一堵墙的话 光放一层是不够的 咱们需要放两层 对不对 这怎么放 太简单了 刚才跟您说了是吧 稍等啊 我把这个向后移动呢 都往右移动一格 然后在这地方 我跟您说 刚才在这地方 咱可以往头上也可以放 对不对 那咱往头上再放就算了呗 对吧 那我想这 我想这逻辑啊 就是说 咱们呢 先往头上放 然后后退一格 后退一格 然后呢 再往面前放 然后再往头上放 再后退 对 这个逻辑是对的 咱们试一下 这个就考虑到这个 编程思想问题 因为在国外的话 这个游戏 用来教育这个孩子们编程 非常的好啊 咱们试一试 现在这个逻辑啊 我先不再也把后退了 好 咱们试试啊 这个应该是给咱搭出一个两层的墙 咱们看对不对啊 go 先放头上 后退 再放眼前 好 这个墙 它真是给它少一块啊 那咱们再来啊 稍等 再把这个程序给它补完整啊 我先把这个程序给它回退回去 然后咱们程序这个地方应该是再向后退 然后呢 再摆 在面前再摆一个砖块 好 咱们再试一下啊 希望这次它能够一次成功 小乌龟加油 准备程序 开始 好 放的不错 现在啊 哦 大家注意看 它给咱搭了一个面墙啊 咱们想跳 是跳不过去咯 这个呢 换句话说 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呢 比如说以后咱们要建一个大房子 这大房子咱一块块摆砖 很累嘛 对吧 而且视野一会就晕了 那么如果咱做几个机器人 让他帮咱摆房子 是不是就很简单呢 您认为呢 好吧 有时间关系呢 这第三期的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呢 建了一堵墙 今后呢 咱们还会建更多的东西 呃 那我呢会持续更新这个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我的下方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玩我的世界编程片啊 嗯 上一期呢 咱们大力堵墙 是吧 今天咱们干点什么 我想是这样啊 嗯 我这套视频的主要是呢 帮您熟悉一下 我的世界的编程的内容啊 嗯 探险的部分呢 咱们放到以后 今天我想这个视频的工作 或者说任务就是 不是工作啊 嗯 任务就是 咱们呢搭一个十字墙 哎 九宫格嘛 九宫格 然后咱去掉四个角呢 变成一个十字墙 今天咱们就来这个啊 好 那咱们说干就干 首先 我先调整点砖块 我看啊 咱们用哪个去搭十字墙 嗯 用这个黄金吧 金矿 稍等啊 我拿点金矿过来 咱们用这个金矿石 搭这个十字墙 首先让我的小物贵 离开这个地方 咱们在这儿搭了一个 十墙 不让它在这儿了 好 让它在这个周围 咱们搭一个金墙 金色的十字 出草啊 好 咱怎么搭啊 咱们首先想一想 咱们要搭十字墙的话 也就是说 九宫阁嘛 九宫阁去掉上下左右 不是上左右 是四个角 然后呢 变成一个十字 我先搭一个吧 稍等啊 我先搭一个啊 咱们要搭这么个东西啊 试试啊 走 走 这不让放吗 可以放可以放 好 然后在顶上再放一个啊 我得上去 好 大家看 我就要搭这么一个十字墙 这个十字墙 我准备让小乌龟去搭 这有点像墓碑啊 像墓碑 好 那咱们这样的小乌龟 去搭这个十字墙啊 放手吧 这铲一铲啊 这块的杂草太多啊 好 让我的小乌龟 先移动过来 和这个十字墙 十字金墙 站成对面 我看啊 OK 没有问题 咱们来搭这个十字墙啊 好 试一试啊 我先把上次咱们 make war这个01删掉 不要它了 好 那咱们再搭这个十字墙 稍等啊 咱们就 比如说 这相当于是函数名嘛 叫make 比如说叫gold 这可以吧 搭一个金墙 好 那咱们开始搭 搭之前 我先把这金块移动过来 好 搭啊 嗯 怎么搭 怎么搭吧 首先说 我在面前先放下一块 这没问题吧 然后呢 让小乌龟 注意这个 叫做moop 让小乌龟 往天上 移动一格 没问题吧 面前摆一块砖 然后呢 让它往天上移动一格 同时 再摆一块砖 没有完 然后呢 让它左转 咱们大家想象一下 打完砖之后 左转 因为现在是在二楼嘛 左转 前进 然后再右转 这就是练习这个 想象力嘛 右转之后 再摆一块砖 看我能不能一下给它摆对啊 然后摆完 相应是咱们再摆第二楼的左边这块砖 然后呢 让它再右转 然后前进 前进 摆第二楼的左边这块砖 然后再左转 再摆一块砖 好 然后让它再左转 前进 右转 然后干什么 上楼 上到三层 上到三层之后 再摆一块砖 我就这么想这逻辑啊 咱们看看行不行啊 嗯 我说一下这个设计啊 就是说 咱们拿这个 拿这个sample来说啊 就是说 咱先摆这下面一块砖 然后让它上二楼 摆中间那块 然后让它移动过来 摆这块 这叫左边那块 然后再移动到右边 再摆这块 然后再回到中间 上三楼 摆三楼这块砖 看看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这就练习一些个小朋友的这个想象力啊 编程力啊 用这个程序呢 是非常的有好处 好 咱们试试啊 我机右键 然后调到这个程序 make a gold wall 就是金墙 然后咱们摆啊 叫小乌龟 给我听话哦 go 非常的听话 他应该让它再下来比较好啊 太淘气了 孩子 爬三楼去了 从来 恢复到原状 然后咱们再编本城啊 让它下来 然后呢 冲咱 一正 咱试试啊 接下来让它下楼 下楼 下两层楼 然后呢 让它转身 turn right turn right 面向咱并没完 还要让它和咱说句话 说什么话啊 这有一个say 就说话嘛 说什么 说一句话 叫做 叫做hello world 不像话啊 叫做 I 比如说我完成了 I finish it I finish it 说这句话啊 就说我已经把它完成 好 这就是咱们机器人 给咱们干的工作 咱们试试啊 Let's go 好 大墙 大得不错 大得不错 好 大得不错 然后 它怎么向后移动 还不听话 从来 弄错了 它怎么是向后移动呢 应该是向下一动 咱们看一下 我这就是啊 不好意思 我这叫move back 这个用错了 这个不应该叫move back 应该叫下楼 move down 应该用这个啊 这就行了 再试试啊 好 这应该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咯 好 咱们再试一下 go 看怎么样 哦 搭出金墙 然后下楼 转身 说话 I finish it 看 画面的左下角呢 说出来了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程序啊 非常的简单 而且那小乌龟非常可爱 咱们让它再搭一个啊 让它再搭一个 我还有砖啊 再来一个 哦 它在我的面前又搭了一种 哦 好孩子 然后下楼 转身 说话 I finish it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程序啊 稍等啊 嗯 非常的简单 让小乌龟出来 嗯 非常的听话啊 我这面前的草给它除掉 啊 也就是说 其实有好多的这个玩家呀 他不是他这个砖一块块自己摆 他有可能是使用一些机器人在做 以后呢 咱们机器人玩书之后 咱们用机器人来搭一个宏伟的建筑啊 好吧 有实验关系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嗯 今后呢 我还会更新我的世界编程片 也希望您呢 值得关注我的小马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玩我的世界 嗯 今天咱们玩什么呢 今天我想啊 嗯 咱们该玩玩挖洞了 咱们 掏完了这个土块 又搭了墙 接下来咱就该挖洞了 对不对 好 那咱们这期视频干什么 就挖洞啊 好 那咱们开始啊 嗯 我先看一下 咱们再编一个挖洞的小程序啊 嗯 叫做 比如说叫做 Dig Hole 这可以吧 挖洞 好 那咱们怎么挖 我先说一下 我今天的算法啊 嗯 是这样 现在我这个机器人 不是站在这个地方了吗 对吧 我让它 首先 往前走一步 稍等 我把这 我来砸草清一清啊 好 我让我放下机器人 往前走一步 然后呢 往下 把它下面的这个土块 挖掉 然后呢 再往前走一步 再挖掉 再往前走一步 再挖掉 就挖三格 挖完第三格之后 让它往下沉一步 换句话说 让它进入到地表第一层 然后回头 再挖 再挖 这样呢 咱们往下挖 先挖两层 咱们看看效果 然后再说啊 好 咱们继续逻辑啊 好 那咱们试试对小菇龟编程 挖洞 首先 咱们说了 让它先前进一步 对吧 Move Forward 然后干什么 下挖 下挖 我看是哪个 是这个 这个里面 咱们点这个Dick Down 下挖 挖完之后 继续前进 继续下挖 然后再前进 再下挖 这样的话 它现在 到现在为止啊 它应该是往下挖了三格 然后呢 让它扭头 扭一个头回来 然后呢 往下沉一格 沉到地表第一层 然后干什么 继续下挖 稍等啊 继续下挖 挖完之后 前进 再挖 这样咱脑子里应该有 现在这小乌龟具体在什么位置啊 再前进 再挖 好 那咱们让它挖三层算了 挖完之后 让它继续转头 再转头 然后再往下沉一格 挖第三层 好 挖 挖啊 稍等我看啊 转头 转头 下沉 再挖 没问题 前进 再挖 然后再前进 再挖 这应该就是挖到头了 然后呢 再转头 同时 升上来 升完之后 对咱们说一句 I finish it 我已经完成 稍等啊 这个地方啊 应该是不能书中文 这个我回头试一下吧 我在我做视频中 就不给大家演示 是不是能书中文了 I 稍等 finish it 好 说这么一句话 就是咱们程序 不长啊 咱们试试啊 在这地方呢 让它往前迈步 开挖 然后呢 挖三格 同时呢 挖三层 咱们看看啊 Let's 稍等啊 我先选到这个 挖动程序 然后 Go 挖了 哦 回头 再下挖 咱们盯着点它 又下去了 再挖 然后升上来 哦 然后他说一句话 I finish it 其实咱们看啊 升上来之后 应该让它 回到原处比较好啊 这才像机器人嘛 对吧 稍等啊 咱们取消掉 刚才的所有的操作 咱们再来一遍啊 选择 编程 还是咱们挖动程序 然后让它 回到原处 前进 前进 再前进 最后回到原处 然后呢 向我报告 哎 稍等啊 我报告应该是放到下面啊 哎 这样就对了 好 咱们再运行程序啊 试一下 Go 开始挖动 哦 挖得很认真 好 然后上来 过来 说话 I finish it 说得很好啊 我看看 它怎么多走一格呢 走一格 走两格 走三格 它多走一个 比我预想的多走了一格 啊果然是 我是走四格 走错了 走三格 然后咱们把这个代码整理一下 好 然后取消掉最后一次逻辑 咱们再来一次啊 这样它应该走三格 回到原处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再来啊 小物贵 去吧 哦 回头再下挖 再转头 再挖 好 然后上来 回到原处 说话 I finish it 这就是咱们挖动程序 那换句话说 咱们要是多做几个小乌龟 那它就给咱会挖一片地出来 咱们试试啊 这个小乌龟 咱们让它 转身 前进 再转身 然后咱们再执行一遍程序 它又会给咱挖嘛 然后咱们这地方 再放一只小乌龟 然后 再运行咱们刚才的挖动程序 它也会给咱 不停疲倦的挖 然后呢 咱们再准备一只小乌龟 这小乌龟 这位置放错了 然后 选择挖动程序 挖 大家都在干啊 好 大家看 我用三只小乌龟 已经挖了一个深坑 坏了 我怎么掉下来了 哎呀 自己挖坑自己挑 稍等 让我上去 就算我掉下去了 但是我这几只小乌龟完成的还算不错 我再摆一只吧 这叫四只忍者神龟啊 以后咱们就四只小乌龟一起移动啊 哦 这四只小乌龟 非常的漂亮啊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呢 挖了矿 然后是盖了墙 还挖了洞 这小乌龟真的是无所不能啊 在接下来视频呢 我会让它干更多的事情 也希望您能够关注我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玩 我的世界忍者圣归 我的世界忍者圣归 今天咱们要干什么呢 是这样啊 咱们上期呢 咱们看打了个洞 今天咱们干什么 我是想这样啊 这几只小乌龟呢 让它在这休息一下 咱们呢 去旁边看看啊 这个地方呢 我发现有一片树林 对吧 树林很茂盛 我呢 想过去摘点果子 但是 大家注意看 我面前出现了一条河流 我过不去 这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呢 让小乌龟给我搭一个桥 我呢 乘这桥过去 这不就方便了吗 对吧 好 那今天咱们的这个任务呢 就是搭一座桥啊 好 那咱准备搭桥啊 我先摆上一只小乌龟 然后 我给它换个颜色啊 我不要想蓝色 我就喜欢用蓝色 然后咱们做这个搭桥程序啊 好 首先 我看啊 首先我得先拿到桥的这个素材啊 咱们还用石头算了 我多拿几个石头 这个能不能一下拿64过来呢 我难道只能手点吗 好 差不多了 64了 拿过来之后 然后 给这个小乌龟装备上 让这小乌龟 拥有石块 然后呢 让它通过这个石块呢 去搭桥 好 那咱们写今天的程序啊 new 然后呢 我把它叫做 make a bridge吧 好 这又叫架桥 那怎么架呢 咱们先看算法啊 小乌龟 让它往前走一步 然后这不就进河了吗 当然了 小乌龟 它不会掉到河里去吧 让它在 它的下方 摆一块砖 我看能摆我应该 没问题 在它下方摆一块砖 然后呢 一直摆到对岸 这就是我今天的程序啊 哎 我能上来 好 那咱们就这么干啊 我让它摆砖 一直摆到对岸去 咱们试试啊 架桥程序 首先 前进一步 然后 下砖 没问题吧 然后 再前进一步 再下砖 好 咱们看看现在的程序啊 是不是如我所想 我呢 往边上站也行 咱们试试啊 够 往前走 下砖 往前走 下砖 挺好吧 那换句话说 这个桥 这个不是这桥 这个河 它是如果是长 二十个的话 我这程序得写二十遍 对吧 稍等 我先把程序退回来 相当于说 我这程序 我这个 往前移动 下砖 往前移动 下砖 得写二十遍 对吧 那如果它要是一百米长呢 有这个够循环 有衣服循环 等等等等 有死循环 啊 咱们呢 今天就讲一下这个够循环啊 就这个够 它干什么 什么叫循环呢 就说同样的工作呢 让这个小乌龟 在不停的做 好 这就是小乌龟 我让它循环的东西 那让它循环多少次呢 我先让它循环 因为这河有多长 我不知道 我让它循环五十次算了 好 试试啊 循环 咱们先设一个变量 让这个变量等于一个数字 咱们数字呢 就从一开始啊 然后呢 如果想让它循环五十次的话 就一 大家看一 吐 吐多少 吐五十啊 这儿我写五十 好 换句话说 最后呢 给一个度 也就是说 我让一个变量 首先等于一 然后呢 让它一直循环 每次加一 循环到五十就停止 这就是我这个 负循环的意思啊 那么 在这循环里面做什么呢 让小乌龟 大家看 前进一步 然后下面摆一个 这摆什么呢 是摆一个手里的物品 就这概念啊 稍等啊 调整一下 好 咱们再看看这个程序 运行出来的结果啊 小乌龟准备好 准备干活啊 挖桥程序 够 大家看 因为是循环嘛 所以呢 它会不停的往前挖 直到挖不动为止啊 应该说直到摆不动为止啊 它在搭桥 好的 大家看 嘿嘿 它给我搭了一个桥 我呢 就过来了 那么 咱们让这小乌龟 这地方爆错 为什么爆错 因为它还想再挖 结果下面有沙子了 它就 这不是吧 它还想再搭桥 结果下面有沙子了 它搭不了了 重新爆错 这没有关系 以后咱们可以避免这种错误啊 怎么避免呢 以后我再讲错误处理时候 会给您说到 好 那咱们嫌少叙 让这只小乌龟干什么 再搭桥 挖回去啊 Go 你看 只有两个方块的桥 咱就不容易倒了吗 咱就不容易掉下去了吗 对不对 非常勤快的这只小乌龟 好的 大家看 桥呢 已经拔好了 我呢 就能够过桥 采果子了 您觉不觉得 编程是很有意思一件事呢 好吧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呢 我还会更新 我的世界编程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我的 新发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玩我的世界啊 上一期呢 咱们修了一个桥 那么今天咱们干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要过桥 这水也是什么 是只章鱼是吧 以后我再编程序来杀章鱼啊 今天咱先不做 那今天咱们干什么 咱们先过桥啊 过完桥之后 咱们看啊 这边呢 有一片茂密的树林 这树 咱们俗话说是这个 要想腹先砍树是吧 那今天咱们就砍树 好 那咱怎么砍啊 咱们还需要一个砍树机器人 今天咱们就来写这个砍树机器人啊 咱们大家请看 我面前就有一棵树 是吧 那咱们呢 要砍它的树干 然后呢 这树干呢 咱们一直从一层 砍到 这多少层 不知道 因为树高是不一定的嘛 那咱们该砍多少层呢 不知道 那咱们就编这个 砍树的程序 虽然不知道 但是我呢 会在程序中加上判断 加什么判断呢 就是说 让这个小乌龟往上去砍树 直到没有树的时候呢 就停止 而且呢 返回 咱们做这么一个程序啊 好 咱们试一下 首先我先摆上一只小乌龟 好 然后对着小乌龟进行编程 咱们再做一个砍树程序啊 砍树的砍怎么写 咱们就叫Dig a Tree吧 好 怎么做呢 咱们看一下啊 我面前有只小乌龟 这小乌龟呢 紧挨着这棵树 对吧 然后我准备是说 让这个小乌龟 先往前挖一下 挖一格 挖完一格之后 小乌龟前进 然后呢 往上挖 这是咱们程序逻辑啊 挖到什么位置 挖到直到没有树为止 这也会用到咱们的一个新的语句 叫做一辅判断 好 那咱们试一试今天的程序啊 砍树 首先让小乌龟先往前挖 这不是挖啊 这是放东西 我看啊 咱们这样吧 让小乌龟 先挖一步 然后呢 前进 接下来就是一个循环 咱们上一期讲的是负循环 那今天咱们就负循环 循环 给一个变量 初始值 设为一 然后让它循环多少次 数有多高 咱们不知道 那咱暂时就给五十次 一般这数超过五十高的 我还没见过啊 好 这是咱们整个的循环节 在循环节里面 咱们干什么 让 这个就是说啊 让一个小乌龟 做一个什么重复的动作 重复五十次 那干什么呢 往上挖 我把这个按照往下走一下啊 往上挖 换句话说 如果 咱们判断一下啊 如果上面有数的话 就往上挖 如果上面没数的话 怎么办 我就让它返回 让它下来 咱们就做这么一个逻辑啊 咱们试试啊 如果呢 用了这个语句 if 咱们试试一下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它上面 有 数的话 用处吗 如果上面有数的话 zen 这是这个英语叫做 然后 然后那么 那么就怎么办 如果有数的话 就向上挖 然后挖完之后呢 向上走一步 可以吧 否则 稍等啊 否则就说什么 像咱们跟人说话一样 就说 如果你怎么办 如果你不怎么办 就叫否则嘛 否则的话 就让它下数 就让它下数啊 我想想啊 这下数的话 这应该也是做个循环 咱就先让它下几步 哎 我想想 这地方 稍等啊 我先把这个 把这个一幅语句填完 这个地方 咱应该是做一个下数的准备 这个地方 最好 我也是做一个这个 做一个这个循环比较好啊 稍等啊 这个地方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循环 这个循环 我用while吧 当while是真的时候 就永远让它循环下去 干什么 下数 然后这个地方呢 把它结束掉 好 这是咱们的逻辑啊 咱们先看看 今天咱们的程序啊 小物贵 首先让它往前挖一步 dig 挖完之后 让它往前拱一步足 然后进行一个54的循环 循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它的上方 这不detect up吗 如果它检测上方 如果它上方 有东西的时候 也就是说 是处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让它往上挖 然后呢 让小乌龟本身 往上移动一格 如果上面没东西了 它会走否则吗 否则怎么办 否则呢 我就做了一个循环 让小乌龟下树 再下来 就这么个逻辑啊 然后下之后 咱没完 咱们收尾 下完之后 让它扭头朝向我 然后说一句话 辛苦了 不知道辛苦了 就叫完成 finish 就说这么一句话 就可以啊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程序 非常的简单 咱们试一试 挖术程序 let's go 走了 上去了 咱们看看它 上去了 上去了 没有出它下来了 注意看 下来了 然后扭头 它为什么没有扭头 这是个问题 我看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为什么没有扭头呢 这个程序我得需要改一下 这天我需要做判断 换句话说 如果它下到下面 下面有东西的时候 它就不应该下了 这个地方我把程序 再优化一下 咱们大家注意看 咱们既然要做嘛 就把程序做好 也就是说 咱们在这个 while这个循环里面 下述的逻辑 要做个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如果 下方 等于 处 就是说 如果下方有东西的话 就怎么 break 跳出咱们的程序 否则 稍等 这个地方 有点窄啊 我把这儿 稍微排一排 好 否则 这个地方是否则 否则 否则就下树 然后结束 咱们看这逻辑啊 一会儿咱们再运行 上挖没有问题 它挖到头 如果上面没有 它就会下来 那么下来该怎么下 如果下方 detect down 如果下方有东西的 换句话说 就下到地面了 那么就break 跳出这个整体的逻辑 如果下方没东西 那么怎么办 就 如果下方没东西的话 那就继续往下 就走这个逻辑 让我看看 这个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 如果是下来break 如果是下来就break 好 咱们试一下吧 感觉好像有点小问题 我把刚才那树再恢复回来 好 咱们再试试 够 好 让它挖上去 没有了 下来 这地方没有转头 可能是我这地方处理的 有点小问题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 其实有点小循环的错误 就是说 你想 它下面没有了 它这个地方不应该是break 应该是跳出整体的程序 哇 那这个地方就稍微的难处理一些 这天我还要再判断 它是从这出来的 还是说从这出来的 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稍微比较复杂了 这个咱们今后放到 进入课程中再说吧 目前来说 咱们就不让这个小乌龟 先回头就算了 好 这条逻辑暂时先这样 那么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树肯定是挖完了 对吧 那咱们再去挖个新的树 稍等 这有一棵比较高的树 这个树吧 这树比较高 咱们让小乌龟去挖 美中不足 我现在小乌龟 它回头程序 还没有做完 换句话说 它不回头 它会一直 一直冲着对方 好 那咱们运行挖树程序 上 好 这只小乌龟 也要执行挖树程序 砍树程序 上 它们都上去了 我在下面看一看 确实它们都上去了 因为它要是想下树并回头的话 这个程序还得需要经过一些推敲才行 我这视频 其实每个视频的长度我不想做的太长 所以呢 今天这个挖树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这我再摆着小乌龟 不好 上面小乌龟干完活下来了 那没关系 咱让这个小乌龟也挖过去 大家都很听话 它扭过头来了 说明还是扭过头来了 上去 嗯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它扭过头原因是因为它执行了50次失败 所以它扭过头来了 这就是一些细节的地方了 咱就不管了 好 那就是说 咱们小乌龟呢 给咱们成功完成了挖树的任务 我还有一只 最后也下来 它非常像电梯啊 好吧 由于时间关系呢 挖树的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呢 我还会更新小乌龟其他动作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注意关注我的小乌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